朋友们,开我的餐园子 各种蔬菜都长大了 都长得肥头头的 那些狮子,茄子那些都挤上来 但是还不能吃着了 糊润长大了 今天过来找点糊润 这都汽油汗了 出来,你帮忙了要打油汗了 开几个,弄弄的 看,长得都可好了 出来,你还很多 今天把这蔬菜园子管理太能行 做了五六克 走,回去给你们做点吃 走 家里人吃葫芦,比较喜欢吃草汗的 现在开始做 把葫芦切成长条 这儿不要 こちら 我把葫芦切成长条 再溶点盐,把这道菜 comprendre 水分干净来 口水的盐 起来加入降温 煮净 草 调个料汁 生抽老抽蚝油 盐 酵酒油 锅里不用倒油 炒点五花肉 五花肉上的油扁出来 下入土甲蒜沫改辣结 腰头炒香下火路 炒好的料汁倒进来 炒起去锅 好了 能吃了 舀到豆米饭上 这么个炒下来的喉嚨 吃米饭特别的美 这喉嚨看见美了吗 快吃 我都吃了几口了 可美着了 尝尝 吃米饭一下 吃吗 您瓶自己了 我看这葫芦杂姜这么差了 倒果的原因 好 吃酥脆的,这还是小了吗? 咱们葫芦可拿起来的,你要是可以下个碗给你吃吗? 那可不上,碗子比较的就能吃的了 你走进来拍得不好啊 哦 地理的葫芦,早起一查,今天最后来写,把水分收成草了一块,葫芦吃起来脆脆的,尤其是白米饭,太小了 喜欢的朋友们也可以试着做一下 今天这点葫芦必须得给你点个赞 好吃 可小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,朋友们记得点个关注,点个赞,下期见,拜拜 拜拜